反對國安老闆 反對國安老闆 結束中共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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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香港市民 各位傳媒的朋友 大家好 我們是社民連 今天很開心還有工黨 和我們在一起 今天我們在這裡 有兩位候選人 宣布去參與民主派的 民主陣營的民間初選 這個民間初選 就是7月的11 和7月的12號 就會去投票的了 在這裡 雖然今天他都會公布 名單 但是我也都希望 在他們公布名單之先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兩位 參選的 手足 我們參選的 成員呢 他們的一些看法 在這個 立法會 來著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國安法 已經來著了 共產黨 是極之容易 以言入罪 輕民自辱 將很多個的 民主派裡面的領袖 頭目 將他們加以拘紅 送入監牢 在我們這裡 我們也都有不少的人 受過票控 拘紅 工黨 郭永健 李卓人 李卓人都很多單 李卓人 長毛 吳文遠 藏河 或者隔壁的陳厚門 等等 我們這一批人 一直秉持著的 公民抗命 無畏無懼 就是我們都希望 香港人都可以一起 在這個國安法 來臨了 我們都仍然 要繼續抗命 不要屈服於 這個中共的暴政 是嗎 是 來著這個新一屆的立法會 正如香港 是很不容易的 我很相信 以前 以前 議會 就是 進去發言 之後就 投票 就是我們一般的 議會的程序是這樣 現在 經常在這個暴政底下 有很多的惡法 大石窄死蟹 例如有這個 逃犯條例修訂 現在甚至 連你這個立法會 他都不用理你 直接在北京人大常委會 立國安排 但是在立法會 我們仍然相信 是會有很多的惡法 或者不公義的撥本 是會出爐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 一些我們信任的人 一些一直以來 和香港人 在抗爭路上 並肩作戰 是一齊團結一心的人 需要他們在議會裏面 和我們一齊 去對抗這一切的惡法 尤其是 我們在說 有三十五個 當然 還有一個難處 我想可能三位都應該做了 覺悟了 是不是 就是你們 你們必然來這個 就是必然來這個 奴獄是不遠的 各位 我相信他們已經做了這個 覺悟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今天要做立法會議員 可能一個最低的限度 有一位心理準備 就是告訴你 你將有機會要入獄 雖然他們 可能長谷是第一位 立法會議員 但是 天培中 那你是為了阿公的 是不是 為阿公入獄的 不行 我們相信 也都不是最後一個 可能六重有力 在民主派裏面越來越多 當然這個不是 我們希望 想變成這樣的 但是今天我們知道 是會有這樣的可能性發生 但是我們已經在公開 告訴全香港的 手足 市民知道 我們是會做好準備 是一定會 和大家一齊並肩作戰 如果大家信任我們的話 希望各位 在7月11、12號 去支持 在我右手邊 三位 值得信賴的候選人 包括 是九龍西 岑子傑 新界東 梁國雄 和新界西的 敏兒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在這裏呢 我亦都有一些的事想 講完才到他們講 就著這個35家的問題 因為 四文年呢 是作出一個 新的一個決議 在我們過去的會大呢 我們是有一個新的決議 決議文 是通過了的 所以在這裏呢 我希望 我不會讀完全份 等一下呢 我會用一個傳媒通訊 去發給大家 那在這裏呢 我想講一講 我們有六點的主張 在這裏公開說明 我們社民年 對現在現時政治形勢的看法 這個是我們的主張 第一 秉承沒有抗爭 哪有改變的理念 以非暴力的抗爭 例如公民抗命 或者總罷工 爭取民主 致力組織群眾 推動社會抗爭 第二 堅持制約胡傾 義無反過的理念 致力爭取公平正義的經濟權利 政策倡議 必以改善基層 和勞苦民眾的生活為先 第三 反對中共 濫用基本法附件三 將國家安全法 國家法等惡法 強加於香港民眾 關於涉及國家安全的 基本法二十三條 和相關法律具體安排 應該在香港實行全面普選之後 由港人民主決定 第四 在共同綱領五大訴求 和爭取全面否決權的前提之下 改變針對功能組別制度的三筆策略 我們支持有助議會抗爭的選舉 同時認為民主派無論在議會取得三十五格 或者三十五減的情況之下 都應該積極運用基本法附與立法會的權力 為共同綱領鬥爭 包括以 否決財政預算案 迫使政府回應五大訴求 並盡快議定方案 應對中共的反制行動 例如禁選或者解散立法會等等 第五 參加民主派就各級議會選舉協商 成立共同認定的初選 或者協商機制 以民主運動全局為主 遵守規定和服從結果 第六 我們重申 民主派在香港重大議題上面 必須取得廣泛的市民直接授權 絕對不能夠私自和中共政權談判和妥協 這個是我們十年之後 市民年最新的決議文 這個是我們的起點立場 希望大家立此傳召去監督我們 而我們亦都希望 在獲得大家的信任之後 日後可以監督政府對抗暴政 和大家一起努力 首先我想請九龍西 好嗎 九龍西我們的參選人岑子傑 和大家說幾句話 岑子傑 各位我是岑子傑 去年我參加區議會選舉 我期待黃浩銘出戰 因為黃浩銘被判處多個超過月的監禁 而今次 今日 我宣布參與立法會選舉 是我覺得 我要參選 我要出戰 我要在議會裏面 去和香港人 面對最艱難的時刻 有人問 為甚麼 我會選擇九龍西 我本身就住在九龍西 超過十年 我住在做多年 我對九龍西相對熟悉 原本我相信很多傳媒都有收到消息 就是覺得 我是考慮出戰超區 我亦都和社民連表達過 我好像可以選超區 但是社民連我們看著大龍 的時候我們覺得 為了達至三十五個 我們有最強的力量在議會裏面 奪得全面的否決權 我們要支持 一些承諾會在議會抗爭的人 是參選功能組別 但是我們社民連一直以來 都是爭取全面的普選立法會 是否由社民連派人去參選超區議會呢 我們有好多的成員 會覺得在成員上面 我們可以樂觀其成 但不必參與其中 然後我知道我的老師 劉小黎老師 他宣佈會出戰九龍西 我覺得九龍西 我們可以有一個代表著工人 代表著弱勢社群 代表著基層市民的聲音 很重要 我覺得我可以參選九世 最後作出了這個決定 也都通過了社民連的大會 項目疑問 國安法 即將立法 什麼時候正式會落實在香港 我們不知道 我們即將面對最艱難最艱難的一段路 經常有人會用一些樂觀的根據 跟我們講 接近黎明的夜晚是最黑暗 可能我們現在就是步入這個最黑暗的時間 會面對很多的打壓 會面對很多的打壓 會面對很多的攻擊 剛剛阿明說 我們會生憾濡慾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覺得很大壓力 很無力感 那不知怎麽去對抗 不知怎麽去面對這一種前所未有的黑暗 我希望上天用我的身份去磨裂我 有這一種的意志 有這一種的才能 我希望在這一種才能 在未來最黑暗的日子 可以和香港人堅毅地走下去 直到見到妥曉為止 各位 很明顯未來一屆的選舉 有三條路線 第一個就是公民社會的抗爭 第二條路線是議會的抗爭 第三條路線是國際綿結 在國際上面去發出香港人的南韓 這個不是三條獨立的戰線 他們是互為影響 互為關係 在過去的選舉裏面 因為香港的立法會選舉 是用比例代表制 導致到我們民主派 其實建制派一樣 都是撕裂成一塊塊的碎片 好像各自為政 各處山頭 在去年的反送中運動裏面 令我覺得最震撼的一幕 就是我們的議會裏面 不分黨派 不分立場 我們一切在議會裏面做抗爭 正正就是因為議會的團結一致 才令到我們市民可以受到號召 最終二百萬人出來遊行 最終持續了六個月不分和容的抗爭 亦都是因為香港公民社會的反抗 亦都令到全世界的目光 都注視在香港這個彈圓之地 三條路是互為影響 議會的責任它有公權力 我們要顯示出給全世界的人知 我們的議會是團結一致 我們才有能力去對抗來自中共的壓力 我們民間可以是說和容不分 互忽揭責就可以共向前行 但是議會這樣是不足夠的 我們必須要是團結一致 互相配合這樣去抗爭 才可以創造到最大的成果 這次是非常辛苦 但是要停口落起他們的團隊 去組成這次初選的一個機制 它未必是完美 但是我們會希望這個初選 是能夠令到我們贏出初選的所有候選人 可以團結一致去打未來議會的戰線 透過議會的團結 鼓動民間的抗命 透過民間的反抗 去結連全世界 維護人權 維護民主價值的所有人 我們的目標是要和所有的人重合 我們今天見到很多工黨的朋友來到這裡 我們之前就成為一個左翼的連結 我們左翼最喜歡做的就是連結 我們要團結約勢的力量 我們才可以堅定前行 而這個結連 我們的目標是反抗 未來的四年 我們香港無論在議會內外 都一定要組成反抗的聯盟 反抗的同盟 在這裡 我一定會承諾 如果進到議會 我一定是不會全力在議會裡面抗爭 正如社民連一直以來的議會抗爭一樣 第二 如果在初選裡面大選的話 我必然會遵守這個初選的機制 因為這次不是一個候選人的成敗 而是整個香港公民社會運動的成敗 我們未來無論在議會內外 都要進入這個抗爭的同盟 一齊對抗民權的打壓 所以我很多謝 強哥 李Sir 和小麗 和張超 郭榮謙 和Carroll 來這裡 來這裡是太海地場 那我 講起都是 和人哥都合作很多次 就是那些公朝的不撐到底 但是應該是這個 立正公朝應該是 應該是十三年前的 差不多十三年前的 差不多十三年前的 就是五十萬人上街 是令到田不俊 害怕全台 就是共產黨都害怕全台 不立這個 基本法第十三年住 十七年後 他們不敢在立法會那裡 可想討論 為什麼 因為就算他們 是強行來 只要有議員出聲 或者 只要有人討論 他們的陰謀和 和 骯髒難態的東西 就會 在陽光之下 將變 你被人說話 你被人說 好了 我想回 十七年之後 十七年之後 七月一號 為什麼 我就認為 香港人 是不應該 在十七年前 更加太陽 我們七月一號 是要出來表達 香港人 香港人 嘆氣 我可愛犯的意見 香港人要不給出來 我在十七年前 跳了一隻牛 一會兒有道具 就弄了一個三頭人 這個什麼三頭人 這個都是我看前看回來的 就是 梁愛思董建華加葉劉淑儀三頭人 梁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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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建華加 董建華 董建華淑儀 喂 現在 董建華和葉劉淑儀都在作緊我 你看一下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這幫這樣的人 是在共產黨的卢獄之下 站在我們身上 現在那個失業率已經是5.9了 都未算國務身價 都未算國務身價 喂 這幾乎的方法 就是根本 它就是通過了 根本 就不會離開 我們做開 照做 這個就是公民抗命 所以 我們 在這個立法會裏面 有35席以上 35席以上的席位 是極之重要 我們是要令到 特區政府的可責 火爆下 我們是要令到 香港人的聲音 在這個議會裏面 不只是說 而且是在 投票上面 每一次 都是將這些 香港人的 意志 很多人問我 為甚麼還要請 很簡單 我長路走來 始終如一 在香港人 抗爭 去到這個山階面的時候 我 非常之圍探 也都想 有這個圍探 在議會裏面 在街頭裏面 和吸收 香港人的 抗爭精神 和他們一起奮鬥 抗爭 公成不必在話 但是 一路 我都是 在抗爭的路上 被決定過的 沒有理由 現在決定 也都沒有理由 不是和我們一起 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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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利!勝利!勝利! 謝謝長老大的 批評 Agul 來這邊 當然全力撐 政制 民連 全力撐長老 全力撐 劉子傑 好嗎 其實 大家好 我都不選擇 食良安心 不過對我而説 今次撐兩位是有特別的意見 因為我未來不會再選 我最重視的能生意頭 很多藥制社群 無論是講下製人士 看藥的長者 很多長期病患的朋友 其實就是受到我們這個繁榮的社會的困難 我們錢是大把 但是我們永遠都不夠錢 去提供好的醫療 好的照顧 或者不一定是照顧 而是一個有尊嚴的生活 給我們所有邊緣的民體 而議會是一個重要的現場 去在那裏和其他利益者隔離 將社會的陰暗點露露出來 將最弱勢的聲音擴大 議會就是一個傳聲筒 而這個方權者也都可以說是唯一 在那裏要面對市民的聲音的一個場地 沒有了議會 它根本可以完全利益 好像現在港版國安法那樣 沒有作用 不評論 然後抽些人上去深圳 抽些人上去閉門討 跟著就說你聽甚麼事 所有的施政其實就是用這種方法 這個就是極權者最安全最舒服的方法 議會就是要這個極權者不舒服 要施放它 要將社會的黑點 一些的陰暗的地方 講出來 要將公義得以將 社會文明過去這麼多年來 就是做這個工作 我和長毛共事這麼多年 長毛可能就是帶頭去衝動我 這麼多年來 社會文明已經在議會裡 變下一個獨特 是一個完全是沒有其他政黨可以做到的方法 我去了下來 我希望有其他的議員 有政黨去繼續關注民生 繼續關注社會上最弱勢的社會 長毛不需要擔心 我和他共事這麼多年 他和我一起爭取全民他有保障 我們紅阿仁和很多民主派的朋友 今天未必在這裏的 中黨之前的黨友 我們華盛蘭啊 張國柱等等 我們爭取全世界人士 和兩者的交通一圍 可以不可以 我們在地鐵鐵裏面遊行 可以不可以 這個政府現在說 它引以為無的德政 我們爭取了八年啊 阿忠那個動議啊 在議會裡過了五年啊 他都不肯做了 然後失禁無實做了 就說他得正了 這些就是我們多年來 不斷累積 砸石仔 刀仔鋸大樹 這樣去爭取 最低工資 也是這樣來的 很多在民生上面的項目 都是逐步逐步這樣建構成的 我是希望 你給我一句 長寶哲你給我 那次在責鐵的宮朝 我的華燦到底 強烤的巨競爭 抓爆他 抓爆他 那我想問 抓爆他 他是誰 他第一黨專政 我想問 我們經常說 鐵初一黨專政 但是我們不要說鐵初一黨 抓爆他 是不是這個國家政權罪呢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更厲害 因為顛覆和抓爆 抓爆國家政權更厲害 所以今天未立 讓大家想想 但是抓爆他 這句就是 長寶在那裡接著我的 但是我們不僅要抓爆這個一黨專政 我剛才Jimmy說得很重要 就是我們整個抗爭的聯盟本身 其實就是要抓爆這個不公義 是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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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經常很流行的一件事 我們每天職工民、工黨都會收到 為甚麼我拿不到9000 誰說我9000是給你的 我9000從來沒有說給你的 從來都是給老闆 紅色支援家、藍色支援家 全部都是給他們 所以我們說拿爆他們 其實從來我們工黨和社民連 從來都是要拿爆他們 不過你這班支援家 就是要壓榨我們打工仔 壓榨我們的弱勢 所以我們要拿爆這個制度 當然我們說拿爆他們 這就是我們抗爭聯盟 將來一定會繼續跟大家做 但是現在當然大家都知道 國安安法殺到埋身 其實我們經常覺得 國安安法殺到埋身 香港人應該怎樣自處呢 我覺得不用想太多東西 我覺得是三堅 有要堅決、堅定、堅持 沒得別的東西下的 堅持是甚麼呢 其實最後我們要回到 剛才阿神子傑說的 那三大的抗爭的連結 公民社會、議會、國際 公民社會是最重要的 為甚麼我們有這麼大的抗爭的運動 可以出到來 就是多少年的公民社會的累積 一次過爆發 將來我不知道怎麼爆發 但是將來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們公民社會是強大的話 我們抗爭絕對是可以帶人帶來改變 所以希望大家 今天我穿衣服 就是送給參政 那三個人 不過我不會脫的 因為我上次脫很嚴重 我上次脫了我的衣服之後 長毛跟著脫 我們兩個都無謂獻醜 所以就是 但是我的心 就是想給大家 所有我們這裡的人 就是我們是真是撐到底的 一定和大家香港人 是三堅 堅定堅持 堅決地撐到底 那這個就是送給大家參選的 也希望香港市民呢 大家記住一件事 不要打算是現在選舉日 有些人說 9月6號投票 我到時不是的 就是現在7月11號12號已經是了 希望大家記住 7月11號12號 我們是香港民主派的初選 為甚麼民主派的初選 為甚麼大陸的民主派 為甚麼要這麼辛苦呢 就是為了我們可以得到最好的一個 在議會裏面最大的一個力量 計過了 我經常都每天每天都要留在那些陀佛的66443 甚麼66443呢 這個就是在比例代表 就是我們六成小票之下 可以拿到最好的 當然最好就更加好的 66443 但我們真的大家 7月11號 大家要出來投票 那大家出來投票 就是為我們未來 大家一起抗爭 加油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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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謝平哥 多謝工黨的朋友 那這樣就 我想大家都聽過 我們兩位候選人的發現 那其實呢 好好好則重於兩點 就是我們一直以來 就是奇蹙斯明的確爭派 這個是無用之意的了 第二 就是我們要站在基層那邊 無論在 之前的失業援助金 或者現在 這個混蛋政府 都還要去加 公屋的租金 我們繼續要當實它 這個就是我們的使命和責任 是 是 好了 那大家看到這個 我們都預備了 我們預備了 我們預備了 我們預備了這個的 小道具 喏 共產黨呢 真是很厲害的 他就喜歡 這個 走前一點 我們 不要緊要不要緊 繼續可以 在這裏 來來來來來 在這裏 近一點 可以在這裏 可以在這裏 喏 放下一點 放下一點 好嗎 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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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喏 共產黨呢 就喜歡呢 這裏 又說什麼經濟發展 等等 這個錢 這個就是那個經濟發展 是吧 常常都發 其實他們發大大 我們窮人 吃谷種的 很多時候很多 是吧 你看 派錢是派給老闆養和 拿最多錢 現在 這班全部都是 勢弟來的 那今天呢 大家見到了 這一個呢 就是那個 國家安全法巨型的齒輪 破壞一國兩制 司法獨立 言論自由 的邪惡俗心齒輪 然後 到現在呢 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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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大家看看 卡住了 卡住了 不行了 現在 那我們不行呢 有請 有請幾位 有個儀式 麻煩跟我們 要粉碎這個指令 抓住他 打到綁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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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一張定的 要弄一張弄壞的 定鏡的 定鏡的 打到綁合法 打到綁合法 建築中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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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跟著 我們就可以走 其實都不是走得很好 為甚麼呢 因為 還有官商勾結 黑色的 所以我們要對抗 黑色的官商勾結 邪惡指輪 我們希望香港的市民 有一個公義 和一個安穩幸福的生活 好 我們再說一次 抗有抗爭 抗有抗爭 打有改變 制約不堅 義無反過 五大訴求 拳一百可 抗有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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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共鳴 公民共鳴 抗有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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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做